如果在那里物质环境虽然很好 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每一天在那里是坐吃等死 你说他多难过 他有怨恨 怨恨的心将来死的时候都堕山土吧 换一句话说 用爱心照顾老人 是把老人从山土送到天堂 你说这个事业多神圣 还有什么人能够跟他一笔 学佛的人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 老人院要用这个做目标 走方向 这个老人院就堪称圣仙仙事业 佛菩萨的事业 我非常希望能有这么一个老人院出现 老人院里面要办学 传统文化学院 人人都要接受 能力道的英国教育 老人院里面可以 学习宗教教育 因为他信仰宗教不一样 老人院里面可以建教堂 修道院 佛教的可以建佛寺 念佛堂 他信仰哪个教 就要帮助他 让他好好在一块学习 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 试验点 不同宗教 不同族群 可以非常快乐 活谐 生活在一起 好事情啊 所以我希望他们去澳洲去参观 我说你们把团组好了之后 我陪你去 当地那些人我都认识 考察完了之后 回到国内 如果国内再能够把 伦理道德英国宗教教育 加上去 你这个老人福利事业 就世界第一了 谁不愿意到你这里养老 你这个老人事业会非常兴旺 一定要发大慈悲心 不能够拿这个做商业 做商业 那就把你限制住了 你的功德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你的功德就变成你发财了 你要不把它当作商业来经营 你将来会升天 你会做天王 你会做佛 你会做菩萨 那个国报 比亿万财富 高得太多了 不能比 亿万财富有限 人间的帝王 也不是很圆满的 为什么不到天上 就做天王 大凡天王 摩西守卢天王 都是人做的 那个佛报从哪里修的 老人院可以修成 你办老人福利事业 可以修成 为什么 一个好的榜样 带动全世界 你说这个事业 值不值得做 所以要发心真干 发藏比丘 发心建极乐世界 这是多么难的事情 他都成功了 你要真正发心 为全世界建一个师范的老人院 祝佛菩萨 龙天善神 都会帮助你 都会满足你的大业